美麗貓 去驗了大阪這些燃滿旅遊地區? 喜歡浸溫泉的你一定不能錯過城崎溫泉 城崎溫泉位於關西冰賦院 已有超過1400年歷史 由大阪出發需要三小時 而京都就是两个半钟 整个城镇都打造成温泉香 正是车站出口已经充满着日式风情 而这里的最大特色就是有七大外汤 由车站走光只需二十分钟 每个温泉浴场都有不同主题 由建筑以至温泉的温度都大有不同 例如一支汤的外形就好像歌舞伎剧场 而楼汤就可以保佑女性怀孕和顺利分娩 沿途还可以见到这些小水池 被称之为饮汤墙 顾名思义就是饮得的温泉水 大家可以随便饮用 味道咸咸的 记者实测饮完无肚痾 可以一试 如果只是来这里一日游 但又想着浴衣的人 可以去这家Eloha租浴衣 有非常多不同款式 日租3500日起 需要在夜晚9点45分之前归还 另外大家也可以购买温泉一日券 只需要15日就可以全日任证 还可以租这款电动车 游走整个星期 走到差不多就当然要去吃饭了 海中丸以海鲜文明 最出名就是它的虫叶蟹 不过当早期是11至3月 今次就吃不到 但它的定食都同样出色 海鲜当一共用了11款海鲜 非常足料 除了温泉之外 这里都有很多特色cafe 例如这家书店cafe 里面提供近3000本短篇小说 给大家阅读 还好贴心地分为不同阅读时间 里面还有很多位 大家绝对可以看着书 慢慢歇 记得要吃它们的招牌迷你豆沙包 沿途还有很多街头小食 例如士多啤梨大福 蛋马牛可乐饼等等 手信方面 当然要买当地特产的蛋马牛和松叶牌 还可以买蛋马产的酒 走走走还可以发现一些比较少有的自饭机 例如这一个就是专买蛋马牛 还有得按Cupcake 记得要去附近的玄武洞公园 欣赏超壮观的地质景观 这两个已经被列入日本国家天然纪念物 非常值得到此一游 成人的入场费是5000日圆 中学生以下就免费 请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记得按下小小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